之前我不相信 现在真想啊 今天就要自制一大锅 超超超超超超好吃的粥黑鸭 我从网上看到好多人自制粥黑鸭了 看着好香好香 终于我还是忍不住了 这次一次吃个爽 当当 我从网上买的鸭货 75块钱6斤 鸭翅 鸭掌 鸭头 今天先解冻一半吧 第一步 小鸭鸭进行快乐的超水 葱姜花椒料酒 煮开去腥 浮沫的一步要 水太多了 打一锅高效面 这谁能拆出来 难开 捞出来过凉水 你看这个爪 从这样子 从这样子 脑袋滑个口 方便入味 开始卤了朋友们 接下来要放上一大堆的料 我觉得这个调料部分 才是它卖的贵的原因 看我从网上找的方子 一会给你打在瓶上 我是妥妥的甜辣爱好者 所以 又放很多辣椒 跟很多的冰糖 浓汤饱是我没想到的 不是要开吃了 是要倒里面 煎水了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 煮大概一个小时 对 所以还有白煮 好不容易买着的 差点浪放了 中间我们来 咯咯咯咯咯 咋都没有蔬菜呢 这蔬菜最好吃了 我们炫几个土豆进去 有个傻子买的生案车蛋 所以还得煮一下 一个小时过去啦 放蔬菜进去 土豆放下来 哇哦 这么一大锅 咱们给它盛出来吧 把它们放到冰箱里放凉 2 hours later 让我们来尝一尝吧 哇 这个颜色很对呀 我为了把那个汁收干 煮了快要一个半小时 就导致它现在上面的肉 过于软了 都快要脱骨了 品相就不是特别好 先来吃一个脑袋吧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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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好吃 就是我在外面买的那种黑鸭的味道 真的好好吃 甚至比外卖买的还要新鲜不少 我们看 脑子都入散了 尝尝土豆片 土豆片可以切厚一点 要不太薄了容易碎 就是这个味 来一口鸭吃 真的太入味了 朋友们尤其是鸡头土豆片安全单 好吃到飞起 有的那种推它那个小推车 然后卖这种鸭货的 做的那叫一个难吃 我下一回就去把它顶掉 作为一个严谨的美食博主 我还特意买了这个原版的粥黑鸭 看看这个口味做出来到底一不一样 这两盒赤就35块钱 我那个一大堆还能再做两顿 尝一尝 口味上肯定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但是大差不差 就是它的这个 类似于五香的味道会更浓一些 然后我的这个 它的酱香味道会更浓一些 而且我的这个 就是更加符合我自己的口味 因为放了更多的辣椒和糖 然后这一堆呢 放在冰箱里 应该可以吃个三四天 春天夏天马上就要来了 我们追剧呀 或者是看点综艺 是不是吃相当美妙 真不错呀 看看谁还在加班分他点 拜拜